歡迎收看我不科拿鐵頻道 今天是陌生的第九世紀 今天這集要帶大家認識一下 1.5.7版本該版的什麼 首先呢 我今天也跟朋友借了一下手機 所以比較晚錄影 今天我們先來看箱子吧 箱子有改變有加顏色 點箱子右上角 現在有九個顏色可以選擇 藍、紅、黃、綠 然後黑色、白色、紫色、橘色跟粉紅色 然後這些噴氣罐應該之後都可以收集的到 就是現在已經可以收集的到 可是白色我沒拿過 白色好像比較稀有吧 再來我看一下藍圖 藍圖官方有說到自製手槍好像有改 就是有改一些東西 好看起來是沒有改 鋁棒還是四個啊 然後四個槍機、五個膠帶、三個螺絲 這跟我現在1.5.6版本iOS是一樣的材料 它好像說之後會調整它的材料配置吧 可能想說這樣的材料讓大家來講還是很麻煩很難製作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其他的 這個角色怎麼使這樣 這種姿勢啊 這是在跳舞嗎 好奇怪的姿勢喔 好先不要理它 我們先繼續看 好兇喔 選納倫滿兇的喔 好我看一下這個箱子沒有 好這是那個小的箱子 現在只有二級的箱子可以 這是終極箱 好看一下要改什麼東西 這些桌子看起來都沒有什麼調整 對都是正常的東西 收音機可以看嗎 收音機可以看 好 再看一下什麼東西 然後現在可能要去找一下 噴漆罐 我想要噴一下顏色 我看一下噴漆罐放哪裡喔 好不太確定 因為這不是我家 對 今天跟朋友在商界一下手機 因為呢 畢竟我現在是只有iOS的版 就是我自己也是用iOS的手機 好看不到找到屏 喔找到找到 在這邊 我們來找一下噴漆罐吧 對先借用一下 之後再幫它打一下嘛 打一下地包 好我現在看一下喔 現在就用這個來試試看吧 我們來上色 要上什麼顏色呢 因為 好 需求少一點好了 紫色可以用 上紅色好了 好我們就來變紅色吧 這樣應該就變好了吧 欸有勒 變紅色了 這顏色上起來其實 好吧 就是油漆的感覺 現在就有點舊舊的感覺 好這就是上色啊 上色主要就是讓你去分類啊 你可以去分類說 可能比如說食物啊 武器啊什麼 你自己做分類 總共是九個顏色可以去做調整 這個還可以幫它上色嗎 好像不夠耶 剛剛看噴漆罐不夠 噴漆罐之前只能噴機車啊 現在也是可以噴 就可以噴箱子了 好這就是官方1.5.7版本的內容了 那我們等一下就進棚內吧 進官方的最新公告 來看看公告他們公告有什麼 好我們現在呢 要來看一下就是官方 9月1號發布的1.5.7版本的更改內容 今天開發主要介紹我們的社區 這次是一個比較小的更新 主要是一個小的補丁更新啊 那我們說一下改的什麼 主要是讓我們可以在箱子上面更改顏色 所以呢 現在多了九種顏色可以做幫助分辨素材在哪個箱子裡面 大致上就是這樣吧 就是更改了一個箱子顏色而已 其他其實沒有太大的改變 因為我也是測一下我朋友的 1.5.7版本的Android手機系統 是沒有什麼改變的 然後讓你的基地也變得更色彩繽紛 好看起來是一個蠻歡樂的感覺 就會有這張圖 它這邊的話是官方的示意圖啊 就會它就有六個顏色嘛 這應該是黑色綠色白色紅色 藍色跟紫色 如果你有更改那個箱子顏色的需求的話 相信這個官方更改都可以幫助到你 可是實際上其實我覺得這個方式也不錯啦 因為我們多噴氣罐我都打到快可以開個五金行 對都可以開鐵樂式的五金行 所以這個噴氣罐可以發揮在這邊也是ok的 如果更改完機車顏色後呢 多的就可以拿來噴箱子顏色 如果箱子比較多的玩家們呢 你就可以先選定一個比較好收集顏色去使用 應該是蠻好使用的 好我們再看下一個部分 好這邊寫到的是說 這一週呢 應該是說這一週我們非常重視玩家提出的一些意見 然後他們也做出了一些主要做一些結論 四次手槍的部分將會更改製作的配方 雕堡開放的時候可能會改變 對 所以呢 應該不會再是三天啦 不知道改到什麼時候 因為可能大家都反應可能三天太久了 他們正在製作新的場景跟新的地圖吧 然後弓的部分很快就會出現了 你們會不會迫不期待使用它呢 大概是這樣子吧 呃 迫不期待嗎 應該是可以啦 因為弓的話如果說 它就很像是毛一樣弄好製作的話 那我覺得不錯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初級的遠程武器 然後弓出的話呢 那應該會有個比較簡單的 初級遠程武器 這樣我們再打路之類的 像我們現在二湊子很高的時候 如果還有弓箭可以射到路 路不會發現我們 那我覺得這弓出的就很棒 可是如果要拿來打殭屍的話 那可能只能拿來打採集地初級的殭屍 就走路很慢那種殭屍 不然你們有看過那個射速真的超慢的 在我頻道有分享光芳的影片 你們可以看一下 之前弓的那個 射速超級慢 好 再來我們再看下一張 好這邊寫到就是說 我們閱讀玩家們的留言的時候 有注意到有些消息沒有告訴 玩家們說他們在做什麼 所以說有些玩家們會 過多的期待 每一個更新都會分一些步驟 譬如說他們想要一些點子 然後可能會有草稿 然後有草稿以後才會有程序設計 然後模組測試 最後才會發布 所以應該他的意思是說 很多玩家會丟一些意見給他們 可是他們還是要經過一些 譬如說討論 去做草稿跟演算 可能才會去發布說 會有哪些更新 所以不一定會去 在即刻的時間去告訴玩家說 他們更改了什麼 像我們現在看到這張圖 就有點像是未來牆壁可以上色 而且牆壁是做比較 比較精緻一點 因為現在窗戶是沒有玻璃的 這裡可以看到這有玻璃 然後這個 這個餐桌是我們現在可以製作的 大致上 可是它現在是不能夠坐在上面 這個盆栽也可以製作 只是說不知道為什麼 它這邊是要做拆開式的 拆開式有可能是讓我們去看差別性吧 就是一個解剖圖吧 然後這是我們現在的一級的牆面 二級牆面可能就會像這種改這麼漂亮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好我們再看下一張吧 好下一張的部分這邊比較多一點 它寫說為什麼要寫這一篇的更新文呢 是事實上他們在分享 他們的美術圖跟草圖的時候 整個工作團隊並不是在 一週內啊 只顧著畫草圖 而沒有去理會其他的工作項目 所以PVP開發組和創作組都是分開進行的 所以最好的是畫草稿的時候 注意一下 這是多人遊戲 這種事情是無意義的 不同的專家在做自己的事情 對大致上是這樣 然後我們再優化了遊戲 確保遊戲的正常的運作 我們的程序美衛都有大量的工作 很繁忙要去製作 然後玩家們只需要等待最終結果 所以它的意思應該是說 當他們在製作東西的時候 不是說這一週他們都沒有做事情 他們其實也花很多時間在做分工 去進行很多遊戲內部的東西 像簡單來講就是一款遊戲 如果說它從製作到完成 他們團隊也是要經過非常多的精細的一些計算 甚至可能要去開會之類的吧 然後讓我們最後看到一些遊戲的內容 像他們其實改版很常常改 你常被玩家罵 其實我覺得遊戲公司他們也算是一個team 他們的team就是分得非常細 所以說玩家們有時候也是要提亮一下 遊戲公司他們去設計很多橋段 我之前有講過嘛 遊戲公司一定要賺錢 如果沒有賺錢 這遊戲基本上來講很快就倒了 你之後會看到這遊戲全部都是廣告 因為變成說這個遊戲只能廣告收益 這樣的話遊戲不會再更新 也不會有任何太大的起伏 所以他們現在應該很努力在做一些平衡啊 當然它改很多東西跟以前的玩法不一樣了 像有些玩家可能會想要課金去買武器去打地堡之類的 這可能這部分就是他們去調整後才有的收益 所以基本上來講我覺得如果說你堅持了這款遊戲 然後你真的需要一些資源的話呢 那其實適當的去購買裡面的物品之類的去使用 我覺得是ok的啦 這樣遊戲公司才能夠繼續營運下去 好 再來這邊就是會講到就是說 感謝我們玩家們明白與體諒 希望我們有個美好的週末 最後溫馨提醒一下就是 就是iOS你們被忍弱啦 沒有啦它就是iOS會在兩三天後呢 會做上架 就是更新成1.5.7 對然後這次改版其實沒有太大的改版啦 因為地堡部分應該還是差不多 可是有玩家說好像 就是比較不會卡頓 因為卡頓應該是1.5.7版本 我有看到很多玩家留言給我 有Android、iOS都有 就是可能會頓或是閃退的狀況 就是在進地堡的那個部分 像我跟大家講為什麼會閃退 我後來有研究一下 我通常閃退是在地堡現在新的1樓 當你看右下角那個廁所的時候 明天不是都是肥肥怪嗎 它那個燈是會閃的 我發現它燈在閃的時候 它整個格子會變成是很多格子切塊 然後最後呢遊戲就閃退掉了 對我會這樣子 我相信很多玩家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就是右下角的房間 那個廁所是有問題的 其他地方還好 可是有些地方還是會有點盾 盾到最後閃退 像有可能我在打一些殭屍的時候 莫名其妙它就退掉了 退掉的時候它會變成說 又回到上一個退掉之前的狀態 對 現在目前我iOS遇到這個狀況 我不知道iOS玩家有沒有跟我完全一樣 就是可能你會打一打就閃退 而且在閃退之前還會有點盾喔 盾完後就閃退了 好大致上來講 這就是官方1.5.7版本的改版內容 雖然是非常簡單的改版 不過我覺得這箱子的部分應該還算實用 四隻手槍的部分就要等他們真正的去調整 看要改成什麼樣的材料 因為現在材料的部分就是 嗯 有點多 所以呢你做完一隻以後就不會想要做第二隻了 好這就是官方1.5.7版本的改版 我今天就簡單的在這個時段告訴大家 也至即時啦 今天主要還是跟朋友借家手機去測一下 以後再跟大家發表 也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囉 那我們就下個遊戲見囉 掰掰